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选择向流的时候 其实我看过剑刺好几部戏 我觉得剑刺整个眼睛里是很带故事感的 是很有层次 它的那些整个的一个感情 全融入在眼睛的一个表达中 在剧本《维读》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 他让说对这个人物有自己的设计和巧思 在定装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他慢慢在进入这个人物 在我们在合作的这个过程里头 他完全会让自己的表演贴到生活里头 他是会去感悟生活 感悟人物 并没有觉得说 我的表演是远离人物也好 或者是远离这个阶层也好 其实他是完全落在地上的 他跟他没合作之前的时候 不知道剑刺是这样的一个演员 他跟其他演员不太一样 他每天到现场之后呢 他会有一些新鲜的想法 表情太多了 每天其实他都是在创作这个任务 其实他的行程每天拍得非常的慢 在这么紧动的一个拍摄的节奏里 他能够每天对角色充满着这么高的专注度和创作欲 我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 2023年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有收获的一年 我以前不太敢在大众里面说谎 后来慢慢地在综艺里面 越来越多的录出和尝试 通过了综艺上的积累 让我变得更聪明 今天的大哥在综艺里面 他各种来活更快乐 他更适应节目的节奏 他接梗的速度和造梗的速度也变得更快 初心一直都是在的 我从来没变过 我觉得每一个热爱这里 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 都很难会改变这个初心 其实听到要跟谭建子合作的时候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他有唱歌 我也看过他影视 这两年看到更多的是 他的影视作品和演员身份 这次首张专辑的制作 其实是他对烟幕舞台的回归出心 我原先觉得他好像唱的比较多是唱跳行的歌 好奇他唱情歌唱慢歌会是什么样的模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给了他《一念无名》这个歌 新专辑里最喜欢《一念无名》和《梦境》两首作品 表现了一镜一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 我相信演员的身份也丰富了他在展示歌曲上的动态和想像 一 二 三 四 从平行到I am getting 再到蒙娜丽莎 这三次的合作都很开心 相见恨晚的感觉 因为我和他之间很match 就像是一个超人一样 他同时可以再做几件事情 他对每一件事情呢要求也很高 我还是有一些小想法 上次我要跟金刚老师在沟通一下 调整调整 因为我喜欢这边唱的东西 走 就是任何一个舞台可以让我去上台唱歌跳舞的 我就会想方设法地来 相信不仅是对我们导演组还是对观众而言 期待大哥来年有更多更多更好的舞台 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最好的安排 希望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他 希望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他演一种一样的角色 接待见次可以接一个个人的角色 我觉得那应该挺带感的 或者是说一些与他本身反差感多一点的角色 这个是我有所期待的 青州与国万重山 这些山就是一处风景 会不会一上来 没有上来 一上来就会 尤其两个人还查了一部戏 哎呦这个 这个好看 那也说也照着 其实我在想 我如果表达的轻了 就是他呢 感觉太重了 所以我就用肢体来 就是不肯脸 就是肢体 就是全都肢体 没有脸 看我被带了个老师的 不断下来 对啊 感觉这个调图跟前面 比较薄啊 编曲上是在 嗯 别怕时间长 给时间压时间 终于观众的 词付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